第十四届全运会正在陕西如火如荼的进行 从赛场到城市的各个角落活跃着一群志愿者 他们被亲切地称为小秦宝 00后的西安邮电大学学生程兴是赛会志愿者中的一员 尽管全运会已经开赛多天 但他仍然对之前招募过程中的选拔环节记忆深刻 我们选项最开始是有初试和复试两个环节 初试就是比试 会给你结合各种一些陕西的一些历史和文化 以及一些志愿的基本常识 然后让你进行回答 我们会限定人数 之后会按照分数从高到低进行筛选 第二个部分就是面试 面试是由各个学院的导员进行负责的 只要通过初试和复试的话 就可以成为一名志愿者 每逢重大赛事 志愿服务都是赛事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全运会体操场馆 成星和其他伙伴要承担起繁杂的内场服务工作 赛前检查场内卫生 比赛中维护比赛秩序 为教练员运动员进出场进行指引 赛后还要引导获奖运动员参与颁奖环节 千头万续的工作虽忙碌 但通过与运动员的接触 成星对他们的工作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最开始想要当志愿者 是因为觉得志愿服务 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而且可以提高我个人的一种能力 比如说社交能力 以及服务的一种能力 因为都是比自己小的 他们都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训练 之前也会听到一些教练 他们说这些运动员 大概都是从五岁直到二十四岁 这段时间就会在体操学院进行训练 成星的另一个身份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大学生讲解员 他告诉记者 自己虽然是一名外省学生 但通过上学期间的不断了解 自己逐渐爱上了陕西历史文化 成星说 自己也愿做陕西与外省文化交流的桥梁 让一开始原本并不知道陕西文化的人 通过我的讲解 了解到了陕西文化 我就是他们和陕西文化中间的一个桥梁 我觉得我作为这个桥梁的话 我听到自己的责任我很高兴的 很多人来我们陕西旅游的时候 他们并不了解这些东西 只是觉得他很有名所以才来 所以需要我们讲解员 我们讲解员会通过游客的一些情绪啊 什么之类的来改变自己的讲解方式 使得游客更能投入到陕西的文化之中 从博物馆讲解员到全运会志愿者 成星很享受这样的大学时光 他表示从服务各地游客到服务赛事运动员 服务他人的过程时刻在展现自己的价值 讲解员呢 我们服务的对象呢 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我们的任务呢 主要是讲解一些陕西的文化和文物 但是志愿者呢 我们服务的对象是一些运动员 更多的内容呢 也主要是服务 但是呢在陕丽博的这段讲解的经历呢 为我做志愿者提供了非常多的一种优点 据悉 本届全运会建设城市志愿服务站点484个 实施社会志愿服务项目1318个 目前1.5万名赛会志愿者 1.6万名城市志愿者 14万余名社会志愿者 正在一线提供保障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